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台湾新闻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昨天下午 电脑行业领袖之一的浪潮集团考察团一行到我市 考察广海湾工业园区 同国华台电等项目 研讨我市大数据产业基地 云资源中心项目的发展工作 在张旅、盧永泉等市领导的陪同客 由浪潮集团和佛山沿海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新电信集团等企业组成的联合考察团 来到广海湾工业园区 考察项目的选址地块和鄰近的国华台电 据了解 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 是当前商家的必争之地 各行各业都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 进行科学的分析 从而得出合理的决策 浪潮集团一直有意在珠三角西部 建设一个大数据产业基地 企业经过长期考察 决定在我市广海湾工业园区 去建设一个云资源中心项目 台山云资源中心项目 首期占地约1,000亩 其中起步区约300亩 在台山云资源中心项目附近 有大型火力发电厂国华台电 为该项目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 有正在筹建的华电LNG项目 为该项目提供廉价的冷能 有正在进行的填海工程 为该项目的开展提供丰富的土地资源 我市也积极配合该项目的开展 启动起步区土盔调整 以及用地批布等工作 预留了狼潮集团台山项目用地 项目落实之后 首期计划将会用5-8年的时间建设完成 定位打造一个以大数据为核心 云资源和云计算中心为主题的 大规模产业集团 项目将会充分发挥 台山的区位和电力资源优势 整合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厂商 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优势 建成华南大数据产业先行驱救云资源中心 为岗门以及越西地区发展大数据产业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本台记者王中元报道 每年的6月30日是广东扶贫制困日 今天上午 市委、市政府在市府会议中心 举行广东扶贫制困日活动 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积极捐款献爱心 张雷等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 带头为今年的广东扶贫制困日活动捐款 现场还举行了捐款3万元以上的单位 同个人的支票捐赠交接仪式 支票总金额达到4,800多万元 其中 我是旅港乡亲 著名慈善家李白荣先生 为家乡医疗教育事业捐款近3,000万元 香港台山商会 为我是医疗教育事业捐款1,200多万元 今年慈善公益活动的主题是 精准扶贫、慈善制困 围绕这一个主题 这些慈善捐款主要用于 撤纳贫困家庭发展生产 同创业就业扶贫项目 贫困家庭因病治贫帮扶项目 贫困家庭子女作学项目 敬路远升级改造项目 同党内关外工程等五大类 致力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 增进社会和谐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本台记者张志强报道 为弘扬正能量 弘扬广大党员在平凡崗位上拼搏奉献 敬业爱刚的精神 我台和市委组织部合作 推出身边好党员系列报道 讲述普通党员的前进知识 他年纪不大 却有着丰富的从医经历 不单只有20年的临床抚发经验 还远赴四川民村地震寨区和非洲 参加医疗救援活动 他就是市副有保健院 副有保健科的负责人关鸿英 关鸿英1997年开始从事医疗外生工作 凭借着他的勤奋努力 今年他被评选为台山市首批事馆拔尖人才 是医疗界别的代表 他欠虚地说 自己只是台山众多医务人员的一个缩影 2012年关鸿英参加缓飞行动 被分配到巴塔医疗队 主要在巴塔医院负产科 负责治疗 接生和卫生知识普及等工作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相当获厚 检查 B超 血腹 手术室都不是很齐备 有咬合不齐的止血钳 顿道指不开组织的剪剪 很多都是靠医生的经验在这儿进行 但有时为了抢救子宫破裂的产苦 他不得不和其他医生一起 冒着可能有爱滋病毒攜带的风险 参与到抢救之中 在缓击的两年时间里面 他先后参与200多起爱滋病毒攜带者的手术 认识是有了支援民村 援助非洲的这段特殊经历 他不单只学会了不断挑战自我 更是懂得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重任 经过到汶川和原飞这个重医的经历 我就感觉到作为一个医生 我们需要是对那个病人付出我们平等的尊重 我觉得无论是每个地方的人 包括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国家 我们应该是对患者是真诚的去对待 然后得到的体会是我们付出了我们的劳动 也会得到那个患者的尊重 从非洲回国之后 面对国内的医疗环境、医患关系 关雄应也学会调整心态 用乐观的态度面对工作 碰到问题 积极寻找新的办法去解决 尤其是自己上任保健科新的岗位之后 肩负起全市妇女婚姻保健 遗产保健 产后康复 同女工保健的系统管理 她也通过建立辅科档案 利用信息化、人性化、科学化、细致化的管理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提升妇女 儿童保健意识 同身心健康水平 我觉得在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现在主要的主要是想把那个 全台三市的富有卫生工作提升一个台阶 然后把那个国家的政策汇集到 所有的那个印产妇啊 还有那个儿童的身上 本台记者张志强报道 今天上午 市政协在台城举办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报告会 报告会以命迹历史 缅怀先烈、真爱和平 华侨飞行原语抗日战争为主题 邀请广州华侨研究会顾问 美国南加州 世界广东同乡会会长陈灿培博士 作专题报告 来自我市部门单位的人员 同学生代表等100多人参加报告会 陈灿培博士介绍了 海外华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及缓华飞虎队的情况 并通过电子资料的形式 详细展示了华侨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资料 包括当时美国华侨的证件、证章、纪念章、明信片、漫画、报纸、雜誌、邮票等资料 展现了不同时期海外华侨的历史状况和爱国精神 据了解 陈三培博士组织潘育生于澳门 早期到美国求学并定居 当年来为增进在美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 本下记者刘洋报道 据台山海关统计 今年以来 外市外贸行业蓬勃发展 一到五月份 全市外贸出口总值38.9亿元 同比增长15.7% 挣幅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增速在江门地区处于领跑位置 今年以来 外市外贸企业针对亚太、北美等国际市场的需求特点 積極推进既改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使企业顺利地开发市场 敲定客户订单 另外 近年来 转移到外市发展的企业 也陆续投产 产生效益 两大因素 促使外市企业的国际订单迅速增长 今年一到五月份 外市外贸出口总额38.9亿元 同比增长15.7% 挣幅远高于全省和江门平均水平 消耗奴 女才 同汽车零配件 继续在推动我市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行业 一到五月 我市烧烤炉 女才 同汽车零配件 三大出口支柱商品的出口总值为23亿元 占全市出口总值的59.1% 其中 官榮官立官兴金属製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烧烤炉 出口总值10.39亿元 富华中工 迪生力等企业生产的汽车驱动桥 挂车以及半挂车零件 旅合金轮谷等产品 共出口近5亿元 金桥 台澳等女才厂生产的女才 出口3.1亿元 其他出口金牙较大的产品 还有服装 体育休闲设备 以及五金 塑料制品等等 众多土生土长的中小企业 同时由珠三角转移到 外市发展的民营企业 发展势头迅速 正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本台记者 王中元报道 好了观众朋友 台山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你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登陆白风网 三角w.tsbtv.tv 或者素援关注白风网微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015年高校成绩提升 暑假张试 凤凰盒飘流迎来客流高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